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阿图老师是走的汉半公派教师路子吗 我不是公派教师 我没有在国内读过大学 也没有考过任何对外汉语的证书 我是在澳大利亚留学 从本科读到研究生 读的是education专业 所以毕业以后拿到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注册教师的号码 所以我可以在当地的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教中文 当然我也可以教经济学 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比较少嘛 中学老师至少会教两门课 那小学老师都是全科老师 他们需要教所有科目 第二个问题 没有经验的汉语国际教育在读学生 怎么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啊 没有学生可以实践 每一个老师一开始的时候 从零基础到慢慢继续经验的嘛 因为我自己呢没有在国内读本科的经验 我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就读本科的时候呢 我就去找了一些代课的工作 就是after school或者saturday school 或者其他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 做代课老师 我们学校跟孔子学院有合作 那我作为当地学校的 当地大学的大学生去参加孔子学院的一些活动 做义工教大学生或者其他的成人 我也就很早就进入了 新南威尔士州的教师协会的一个微信群 他们的里面有需要代课的老师呢 我就会去 怎么说呢 从零到有的这个过程 还是要自己去把握机会 自己去网络 或者自己进入到一个教师的圈子里 工作机会就还是挺多的 如果实在没有工作机会的话呢 我以前做的事情就是 我看很多的视频 就教学视频 不仅仅是中文教学 我也看一些其他语言的 就所有语言类的教学视频 看大家是怎么去教书 有哪些technic 也看一些早教类的书籍 教育心理学的书籍 攒一下idea 然后自己没事的时候就做一些手工 到正是有机会教书的时候呢 这些所有你的准备 你准备的东西都是用得上的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句话就是用在这里的 在你没有机会的时候 准备所有你可以准备的东西 一旦机会来了 你就要抓住机会 有个问题很多小伙伴问我 这个问题是B站李嫖频道的李老师问的一个问题 他之前是在韩国做对外汉语老师 现在因为某些原因转行了马 所以他之前收到的一些问题也就发给我 给我做参考 也是很感谢李老师 他的问题是 有个问题很多小伙伴问我 关于对外汉语老师的 澳洲的对外汉语老师的待遇怎么样 工作签证好办理吗 好多人私心问我韩国的情况 韩国的对外汉语老师目前的工作状态不太好 我最近也想做一期韩国对外老师的话题 可能要调查做数据 不然来韩国可能真找不到工作 其实我所知道的年轻的新的对外汉语老师的工作状况都不是很好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薪资问题 薪资真的不是很高 如果你想给学生教点什么的话 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的 对于欣老师来说 就比如说我现在的工资还可以吧 澳大利亚新的沃尔士州的所有公立学校的开设老师工资是一样的 一天的工资呢目前是360澳币左右 也一天是工作六小时到六个半小时 不备课的情况下这份工资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需要备课的话呢 你要想工作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到六个半小时 但是在学校就作为casual老师 你可能要到待四到五节课 就是四到五个小时连续工作中间没有休息 如果你是需要待课的话 你需要备课 那在学校不可能给你备课时间嘛 你要回家备课 一堂课如果预计比较好 一个中文课 它是所有的level都是一样的学生 你的备课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 但是我有遇到过 一个教室里面有三个level的学生 一个level的学生备课时间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内 三个level的学生 你的备课时间可能就是三个小时 就是时间成本和你的精力来算的话呢 所有的新的中文老师都是入股付出的 但是也有老师讲说可能 熬个两三年就会熬到头 我不知道熬到头是什么概念 我已经就陆陆续续工作两三年了 但是每一堂课之前 我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去备课 因为每一次遇到的学生都不一样 而且其实是同一个topic 和我一年前教的和我现在教的内容上 可能也会有不一样 毕竟信息更新很快嘛 信息技术发展也很快 所以我希望我给学生带来的是最新的资讯 和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所以薪资问题 嗯 是啦 普通的留学生打工的那个薪资来看我的工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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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但是就投入和成本来换算的话 跟普通打工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 我以前也如果一起教中文有多难的视频 就以此可以看出 如果你对这份职业没有热情的话 是很难继续记下去的 如何提起学生的兴趣 除了用教具卡片一类的办法 我在回答任何关于教学的问题 我会反问的一个问题都是 你的学生 level是什么样的 他是多大的年纪 他的教学目标是什么 这三个是基础问题 无论你在问我任何其他关于教学的问题之前 请你告诉我这三个信息 我会自己编一些教材 比如说如果他是成人的话呢 我会比较侧重于他的工作 还有在社交方面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 他是软件工程师 那我给他的教材的内容 会比较着重于中国当下最热门的网络公司 最热门的公众号 还有自媒体平台是哪一些 网络公司的大boss是谁 然后一些网络用语是什么 用这些内容来激发学生的兴趣 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的话呢 除了卡片之类的 当然可以唱歌 跳舞 做游戏 做手工 或许我不像他的一样 对 传播汉语为职业文 目标 我只想出国教一年或者两年 当作是一个自己在有钱赚的基础上的深度文化交流 为什么选择汉语教师 因为括号 因为自己在国内就是老师 反括号 目前问题是公司学院的志愿者 好不上民主界公司又不靠谱 情况还有什么渠道或者网络可以去寻找 这样的一些机会 很多人都觉得我出国做中文老师 只是一个吩咐自己的经历 既然是吩咐自己的经历呢 可以在当地找一家教育机构 做after school的工作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做短期中文教师 又想用非常好的生源 又想赚非常多的钱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那些资质比你好有更多资源的教师 他们能得到的机会当然会比你更多 我有遇到过拿着工作签证或者假期签证来澳洲打工的一些老师 他们就是在after school和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教中文嘛 工资不是很高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来讲 他们是真的是以兴趣短期教书的这个目标来看 兴趣和赚钱你只能选一样 甚至很多时候你都选不了赚钱的一个选项 因为机会真的会留给那些有机会留在澳洲 有意向留在澳洲 并且会长期从事教育专业的这些老师的 很多事情不能见得你真的选一样 关于薰资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回答过了 Temporary part-time 签约以后一天的工资大概是 230到250吧 具体我不记得了 工资会少很多 如果是做full-time的话呢 一年的工资大概是68欧比左右 这是税前 澳大利亚的税非常高 税后工资大概是5万左右吧 平均的每个月大家可以自己去算 然后接下来是微博的问题 阿卓老师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让你坚持成为对外汉语老师吗 我当时在回复这条微博消息的时候呢 我印象里我是这样回复的 我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有非常多想说的话 家庭人员里面有非常多当老师的 所以小时候就有一个当老师的心 后来因为阴差阳错的呢 就选了商科 因为我要出国留学嘛 并不觉得我的语言可以过关 可以做老师 所以就随大留就选了商科 后来实在是对商科们还没有兴趣 然后学校呢又有教师专业 而且我的平均分刚好可以换专业到教育专业 所以就换了 至于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份工作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安于现状的人 如果让我长时间做同样一件事情 我可能真的做不了三个月 最多就了三个月 但是做老师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每天都换着花样 从事这份工作 比如说我交同一个topic 我可以有不同的教法 我可以有不同的资源 我可以自己创造出非常多的东西 我很喜欢自己去规划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不喜欢受别人的控制 我也喜欢很多新的挑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边教着书 一边又在做视频 因为做视频会给我更多的可能 也可以让我认识到更多的 就更多领域的人 Hello 想问一下平时是参考什么书籍备课的呢 我平时参考很多很多的书 还有网络资源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要上一届 管一天的 drinking的topic 偶尔会把所有的书籍打开看一下 他们的内容和教训模式 还有他们的练习题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再规划我自己的练习题 所以我没有固定的教材 有的时候我又完全不依赖教材 完全就是我脑子里有什么 我就给我的学生去做 杜老师觉得教小朋友容易还是成年人 教小朋友和教成人都各有各的容易和难点 像教小朋友的话 他的容易点在于他的内容比较简单 难点就是我要做很多的游戏 教成人的难点就是你的内容准备上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对完汉语这个工作是越做越有热情还是 我个人是觉得这份工作偶尔还是会有非常低落的时候 尤其是小朋友不听话 或者学生家长打电话投诉 就会一整天心情都特别低落 但是只要有小朋友说 我特别喜欢你的课 我非常期待中文课 这堂课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或者有家长反映说 我小朋友在家里看到某一个东西 或者在表达自己心情的时候 然后用了中文我就会觉得那一整天 或者那一整个星期都是开心的 所以每份工作应该都一样吧 不仅仅是对完汉语这份工作 我经常收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英文水平如何 说实话我的英文水平真的很不好 很不好很不好 几乎每天上课都有学生纠正我的英文的发音 语法或者用词的问题 当然这对我的个人的英语提高是 帮助非常大的 我也不会觉得很丢脸 我非常欢迎大家来指证我的错误 包括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我有说错很多话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指证我的错误 不要再想象成我讲的口流里的 非常标准的英识或者美识语 在我身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提高英文 各位在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小红书上经常分享我学习英文的一些心得和方法 还有一些比较有用的APP 以前录的视频包括怎么用英文打电话 全野生的英语学习方法视频都在下里会有链接 大家可以点点去看 家庭状况一般 英文不好怎么留学 这个是非常多的小伙伴给我留言 就是留言的一个问题 我的回答基本上就是 家庭一般是怎么个一般 那我自己本身家庭状况也很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需要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有的时候呢一个星期会兼职三到四分工作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的话 总有办法做的 需要挤出一些时间去做另外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总有办法把时间挤出来的 千万不要看类似于China Daily这种中国人写的英文报纸 因为很多表达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但真的不是English Native Speaker 他们会用的词汇和句法 要看呢就看BBC这些母语为英文的人写出来的东西 我个人比较建议去看一些付费课程 因为那些付费课程 他付费有他自己的理由 他会把所有的精华放在同一个地方 你就不用花时间去各个地方搜索 那些没有出版社认证的一些资源 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 而且学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 学生赚钱真的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通过网络赚钱的学生 哪怕不是学生 是任何行业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赚钱 是任何其他领域的 你也可以分享自己领域的一些知识 很有可能其他领域的人也对你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 也会来follow你自己也要做到不断的更新自己领域的一些知识 才有可能有东西分享给大家 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人人成为斜杠青年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看你是把时间花在刷视频上 还是把时间花在自己创造视频上 国外找工作难吗 没有绿卡的硬件也是没有背景的 就是没有人推荐你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找工作还真的非常 在国内在国外都是一样的 那在国外更大的难处是语言问题 在国外找工作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身份问题 如果没有绿卡的只有学生线或者工作签证去找工作呢 公司或者所属的机构会觉得你很有可能工作一段时间 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我们就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培养你 一开始就不会给工作机会 下面是我的时问时答 第一题 我是哪里人 我是 我发现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自问自答吧 我是浙江省宁波人 但是呢 我不会讲宁波话 因为我不是宁波的市区出生的 我是在香山县出生的 那香山县现在比较有名的是香山影视城 我是在影视景城附近的一个小镇里出生的 所以呢 我会讲镇里的方言 我不会讲宁波方言 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 学生时代是学霸吗 我不是学霸 但是我会比较喜欢去规划我自己的学习 为什么创建这个频道 我创建这个频道的初衷呢 是想给新老师提供一个分享经验和资源的平台 这是一个完全自发的 没有任何广告收入的一个平台 我就是想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新老师 我也在教学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平台 可以给我机会提问 也可以给我机会跟其他人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开创了这个平台 虽然很多人留言说 你自己是新老师 经验不是很足 你有什么勇气来做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只要有了这个平台 会有更多的有经验的人看到这个平台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拥有的 我也尽量跟大家分享我仅有的东西 我始终相信教学相长 我从我学生身上能学到东西 我当然也可以从我的follower身上学到东西 我会拿着这个平台去跟很多人才合作 我正准备跟澳大利亚比较大的一个媒体做合作 来推广中文教学到澳大利亚的发展 我也去参加一些workshop 联系了一些比较厉害的澳大利亚境内的中文老师 我希望跟他们合作录一些关于中文教育的视频 所以这个平台可以让我有信心认识更多的人 也给我和大家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前沿的 更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信息 会做多久up主? 这个我不知道 就录视频做视频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把它当作一个爱好来做 如果以后有机会把它做成自己的事业的话 我也不会拒绝 感谢大家看我的啰嗦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